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 然后他拿的麦克风就这样 就各种抖 一样的 各种抖 各种抖 他也是哆嗦 你也哆嗦了 对吧 紧张 一听见名字我就慌了 然后见到考官怎么样 举止失态 不知道干什么 忘乎所以 不知道自己干嘛 对吗 非常清楚 进去之前要怎么样 深呼吸 吸气要几秒 三秒 一 二 三 来 一起啊 憋住啊 来 一 二 三 吼 吼 让我听到你们的呼气啊 来 一 二 三 吼住 有没有很轻松的感觉 有吗 有没有 要自己去做到这些 让自己放轻松 在生理上的 心理上的都要放轻松 不要一叫的名字开始抖 一叫的名字开始抖 然后抖有吧 喘 然后手也抖 然后有的 我们在刚刚面试当中 就有人这样 拿着麦克风 你可以看回放 然后我们三个就想集体唱歌了 就感觉是这样的 还有什么呢 切菜 指挥官 切菜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搓手 揉画筒 一直揉 这样是没拍到 但是我看到了 桌子在颤 就他身子没动 他腿在动 紧张 各种紧张 还有呢 那椅子是可以转的 对吧 一直在转 我在想 他衣服领子上有什么 一直在转 我们在看 我们在面试模特吗 还在展示全方位的 各种小动作 各种小动作 下意识的 面试应该怎么样 紧张啊 应不应该紧张 动作要不要设计 要不要 要 对吗 应不应该紧张 应该 对吗 进去之前应该怎么样 想清楚了 之前刚才我们讲过两个PPT 在说什么 之前要准备什么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准备好了之后 要怎么样 实践吧 你不能到门口 一站在那 看见我们三个人 完了 全忘了 对不对 之前一个月干什么了 全忘了 还有 漫无边际的自我介绍 这包括什么 不是你的自我介绍很长 也不是说你自我介绍很短 对 你说了一堆 我们三个 要问什么 不知道 他自我介绍都没有什么让我发问的东西 他介绍了什么 他是谁 OK 我知道了 上面有写 我不用你说了 你连应聘职位都不说 我也不知道你要应聘什么职位 自我介绍说的漫无边际 要么一句话 要么十分长 你自我介绍应该怎么样 简短精炼吧 对吗 我是谁 应聘什么职位 我做过什么 希望应聘这个职位 以后怎么样 你要非常清晰的把你的重点罗列出来 对吗 有你们十个人 没有一个人的自我介绍是合格的 谁的自我介绍特别短来着 我拿着简历还没等 还在还在看的时候 他已经说完了 是谁 我记 哦对 他 他就一句话 然后 完了 太突然了 还有 回答问题格式化 什么叫回答问题格式化呀 你问我什么 我自顾自答 我答我的 反正是我设计好的 你问我什么 我都是这个 什么最难的 最经典的 最成功的 不管你问什么 我该答这个了 好 我就答这个 对吗 应该怎么样 听清楚他 H2问的问题 然后怎么样 有地方式的回答 对 没错 然后期待戏剧的发生 什么叫戏剧的发生呀 就是我答的不好 他依然要我了 就是我 反正我答了 我答的不好 他也要我 明白吗 还有怎么样 轻率的开口问福利 人家问 人家问 H2一定会在最后的面试的时候 问你 你有你有什么问题 要问吗 你马上问 我问一下 咱们工资多少 每个月几天假呀 每个月有带新年假呀 有没有出国旅游啊 H2会觉得怎么样 马上我告诉你 如果你进入下一轮面试 我们会回答您这个问题的 对吗 还有什么 无端的说公司培训完善 我经常会遇到有人这样讲 我会问他 请问您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关于公司的 他说我知道贵公司的培训体制 非常的完善 我想知道我来了以后 会得到哪些培训 你从哪知道 我们公司培训制度完善的呀 我为什么要 你是从哪知道的 你要先怎么样 你想你是想得到什么 问培训 对我有没有培训 没有发展机会 对吗 还有人会无端的讲说 我知道贵公司平台非常的大 对不对 会有吗 怎么就平台大了 你是从哪得出的结论呢 他说我想了解一下 贵公司什么情况 关于贵公司的培训体制 我想有所了解 就可以了 不要无端的去说 非常完善 就是这个 这个PMP是不一定要做的 对吗 是不是 我们看解决办法 我们应该提前十分钟到达现场 面试现场 为什么要提前十分钟啊 你要怎么样 是不是要先唠唠号啊 对吧 然后还要怎么样 上个卫生间吧 然后还要怎么样 做几次深呼吸吧 对不对 然后让自己安静下来 回忆一下我在过去这一个月 甚至一个星期的这个准备 对不对 主动问候礼貌用语 好像主动问候的只有三个人吧 我记得 对 老师好 其他的人就 我坐这儿吗 就 我坐这儿吗 我要拿话筒吗 无论是与不是正式的面试 你们应该怎么样 珍惜这个机会吧 对不对 是不是应该珍惜这个机会 尊重 对 你尊重了别人 别人才会怎么样 尊重你 对吧 这是相互的 还有 声音悦耳 吐字清楚 陈科浩同学 你不能只让自己听见你说话 你也不能只让自己听明白你自己说什么 你要让别人听明白你说什么 不能一直在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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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起伏 语言的表达是要有一扬顿挫的 要不这成语哪来的 对吧 非常好的东西要展现出来 还有什么 说谎夸大其词 大家不要妄想在H2面前说谎 他会用 接下来的50分钟证明 你在10分钟都是在说谎 还有 不要乱回答有关疾病的问题 肢体语言 我刚才说了什么 柔话筒 切菜 还有什么 指挥官 是吧 各种 还有怎么样 郑凯 特别有意思 他的可能衬衫的袖子掉下去了 他这样 坐在那就跟我们这样 就感觉非常轻松的 放松了一下 然后我们就 高潮来了 大家记住 你们的肢体语言是非常重要的 明白吗 眼神的交流 张扬 对 他从一进去坐在那就是这样的 我眼睛还够大 能看得清楚 他其实是想盯住 每一个面试官去看 但是反而不得其法 为什么 为什么 谁说话 看着谁 对吗 当然在你说到 有针对性的问题的时候 比如你说到 关键的业务线的问题的时候 你要去怎么样 看业务线的经历 对吗 当你说到人事问题的时候 就要看到人事经历 当你说到其他有意思的问题的时候 可能看到人事经历的助理 你要有针对性的 去告诉他 你在说什么 让每个人 你想可以每个人都照顾到 但重要的是你说的东西是给谁听的 清楚吗 清楚吗 有的人就一直盯着我 直勾勾地盯着我 然后出去 孔老师就说了一句 这个人如果要到真正的面试 不行 我是义务线经理 一眼都不看我 我是义务线经理 连一眼都没看过我一眼 你以后会在我下面干活 我要你吗 对不对 眼神交流非常重要 对方鼻梁上的某个位置 或眼睛下的几毫米 在哪里 对 摸一下鼻子 这有一个坑 在你的鼻子上面 这有一个坑 摸到了吗 摸到了 在你的鼻尖的上面 我鼻子小 在这 有一个坑 看到吗 听到这看 积极地反馈 要积极地反馈 听到对方说话的时候 要怎么样 要有反馈吧 我明白了 我清楚了 我为什么说一句零快睡着了 我说了半天 他就这样 他就一个动作 也不笑 也没表情 我很伤心 我讲得不好 然后要么就是 不要时尔面带微笑 当然 我的意思是 不要经常的 就一直这样 会慌吧 对不对 如果你进去 一个人一直这样对着你 你是也会慌吧 如果一下子一直这样对着你笑 你也会觉得慌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被风吹了 面部神经麻地了 这样 还有什么 不一笑得太僵硬 对不对 想笑就笑 不想笑就别笑 别说 挺好 直接吓死了 对不对 不要笑得太僵硬 不要把自己装进去 想笑就笑 不想笑就算了 还有怎么样 那个 郑浩你来一个你那个动作 郑凯对不起 来一个你那动作 怎么样 还记得吗 没有意识 你看 下意识的 拿着麦克风 我来解释一下 这种感觉 就像 就像那个 刘欢唱 我来解释一下 懂吗 懂吗 就是这种感觉 对 就你很有自信 你对这件事情很有自信 你的下意识的动作是这个 记得 无论到任何时候 不能让你的肢体语言 过 没错 你只要紧张 你就不会过 你只要一直在很端坐 有人的手会这样 这叫什么 从微表情来说 叫什么 这叫自信塔 你放在桌子上的时候 我们放在桌子上 是这样的 然后再紧张一点 会这样吧 还有这样 拿个麦克风 就揉 一顿揉 然后还有的女孩 会这样 我爸爸假装套 录下去 对不对 我们会注意什么 HR会过多的注意 你的动作和行为 会忽略你到底说了什么 你想说什么 而且你所有的微表情和动作 都会体现出你这一刻 他所问的问题 对你的一个 什么 反应的一个刺激 对不对 很多人都会这样 放在桌子上 把手放在下面嘛 腿也是桌子呀 对不对 应该怎么样 这样也不对 上课了 老师好 老师再见 腿干嘛呢 对吧 手在干嘛 你就是把自己抠死 人家也看不见吧 对不对 张扬一紧张就这样 就哆嗦了 但是他没有 像我这么 举幅很大 他有一点 就这样 然后我出去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 下回谁在抖腿 你照他一下 让他自己看看 他在抖腿 有的男生就 面试的时候就这样 这腿抖完了 这腿抖 我就怕他鞋跟上面 挥拳掉下来了 还有女生怎么样 还有女生怎么样 一说话就这样 你牙上有什么 不能让人看的呀 对你 这干嘛呀 对你平时可以 对不对 然后你说话的时候 如果也像这样的话 HR会问你 你是鼻子流鼻涕吗 对不对 会不会 会不会 你这样 所有的动作 都会显得你很紧张 那你所有的放松的 应该怎么样 自然一点 面试完了 就之前有说 就之前有说等 一顿等 有的人说 我没有收到你们的邮件呀 为什么 你的邮箱太复杂了 我要一个 HR要一个一个书 算了我不通知他了 下一个 反正人多的是 对吗 非常清晰的 连很多人不注意这个 他觉得他自己很有性格 搞了一个邮箱 但是反而是给HR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麻烦 也许他 你说了一个L Double L 一个I 但是可能你用了别的字体 英文字体 他可能把L就变成了 什么 数 对吧 HR就认为是一 对不对 比如说O HR会认为是零 是不是就会发错 对吗 非常清晰的 不要太复杂 不要太复杂 也不要太长 手机 当你面试完了以后 特别想得到这个职位 你要怎么样 你起码 你不用24小时 HR也不用24小时工作 但起码要到你睡觉之前 11点之前 应该要开机 因为有很多人是 over time在工作的 对吗 他可能 尤其是做招聘的HR 他会非常辛苦 甚至有的时候 他有些电话上下班才能打的 上班人没有时间 所以可能 当然他也最多 也就11点 他11点之后 他也不敢打扰应聘者 因为他也会觉得不礼貌 对 我会打电话的 我会先解释一下 对不起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很匆忙 打扰到您不好意思 如果你现在不方便 我们可以明天再打 我也会先解释 很多HR都会这样 先解释一下 有的人天天打电话问 你们有结果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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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问 当然不用天天问 你也不用去问 为什么 尊重对方公司的流程 对吗 每一个公司都是要有流程的 公司不会为了只招聘一个人 就去把所有的流程走一遍 一定是还有其他的候选人 对不对 所以等热锅上的蚂蚁 没办法 这是我们要做的 还有什么 比如宿舍电话 租房子的电话 对不对 有没有 租房子的电话 就都会有 怎么样 固定电话 要你周围的人都清楚 我最近面试一公司 我哪公司哪公司 他们要打来电话 麻烦你帮我接 如果你接到了 帮我留意一下 告诉他 我回电话给他 如果他有特别的留言 请帮我记下来 告诉别人都做好准备 我们遇到过一个 我们给格兰苏时刻 招人的时候 有一个员工 有一个员工就是这样 有一个应聘者就是这样 一学生 我们打过去电话 宿舍的人在打游戏 妈呀 打游戏呢 然后我们同事一听 对不起 打扰你们了 就挂了 然后这个人就后来 打电话问我们 为什么没有通知 我们通知了 你们同学说 他在打游戏呢 然后打你的手机 根本就不通 我们一次要通知上千人 上千人 甚至几千人 我们可能没有 那么多时间 去每一个电话 都要重复地去打 清楚吗 定时地检查邮箱 并不是每个人 HR都会发完邮件 告诉你 我给你发邮件了 你看一下 不会 定时地去检查邮箱 有的人可能 我给你发邮件了 让你通知今天来入职 你怎么没来呀 对不起我没收邮件 我们遇到过啊 拿到COVID-19的offer 然后我们管陪 然后对不起我没收邮件 它都特别好 什么都特别好 我们最后录用它了 给我们的反馈是这个 我没收邮件 对不起 对不起 没收邮件 我们今天已经入职了 今天已经开始新人培训了 你在干嘛 纸笔 对吗 夜不出游 一定提醒各位90后 还有85后 夜不出游 什么叫夜不出游啊 对 喝到宁丁大醉 是吧 第二天来电话 上午早上来电话 都不知道是谁打的 HR打过去 还在那睡着呢 昨天太晚了 我一会儿给您打过去吧 HR首先对你印象就会不好 对不对 如果是电话面试 首先这个人就 你打过去我们也不会 对你有 除非礼貌上的 对不对 教你们怎么克服 HR会吃人的心理 HR会吃人吗 会 会扒光 对吧 那吃应该不会 平常心对待 先做好受挫的准备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期望值 你就不会特别紧张 对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相信自己 对自己要有正确的评价 相信自己 对自己正确的评价是什么 不要过高的估计自己 也不要过低的估计自己 平常心 改变自身形象 增强信心 我们曾经见过一个学生 他非常的没有自信 因为他来自农村 然后呢 经过很多的努力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工作 然后我们通过 也是一些形象设计师 帮助他打造了 重新打造了一个形象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 他有找到工作 然后包括 他原来固着牙套 我们把牙套拿掉了 就是你找工作的时候 人家去了一个人 当牙妹 或者他那个 还是一个男生 很高很高的一男生 那我的一个学生 是北大的 然后我们就建议他 把牙套拿掉 你可以再去估 当你找到工作 你可以再去估 但是这个形象 首先会让人觉得你 不尊重 首先会觉得不好 当然你可以不拿 有的公司也不会在乎 但是他应聘的是销售职位 他应聘销售的职位 人家就会在意你的形象 对吗 因为你出去代表公司 清楚吗 改变自身的形象 还有深呼吸 刚才教大家了 对吗 有的HR会怎么样 进来就先 在气场上压倒你 然后让你害怕 然后让你有心理压力 这是一种压力测试 这是一种压力测试 非常非常普遍的压力测试 那对于我们来说 应该怎么样 认清楚 平常心对待就可以了 还有 如果气氛很紧张 不妨自嘲一下 这个不用我多多的解释吧 感觉压力大的时候 可以观察其他人的弱点 来增强自己的信心 反正他还不如我 中国人会有一种什么心态 不是中国人 就很多人 只要人家不如我 我就很爽 对 只要人家不如我 我就很爽 人都是这样的 对吗 所以面试的时候 等待的时候 就先看看 还有不如我的呢 还有不如我的呢 对吗 有的面试官会 想一下应该怎么问 但你就说 你没问题了 你会怎么样 会让人厌尸 只观觉得你不够怎么样 冷静 是不是 就特别想去表现 还有怎么样 说话要放慢速度 张扬从进去就开始说 一直到出来的十分钟 他都在说 我们就问了两个问题 还是打断他问的 然后就奇快 非常快 如果我说话和张扬的速度一样 你们今天就累死了 这是一首打油诗 是我们一个学生写的 有特点 有重点 瞄一眼 考官眼 需多练 看清点 精神点 有要点 爽一点 胸口要挺一点 多一点 双喊 这个钉考官眼 是为了 这个地方 不是考官眼 说话声音响一点 机会多一点 但是我会有点 这种机会 这种机会 您好 您是我的简历 您好 请坐 欢迎坐完 请先简单的 最前面 面试 您好 我的名字叫做 向东京 今天我面试的职位 是新媒体的运营专员 您在简历上可以看见 虽然我大学的专业 是几排水的专业 工科专业 但是我大学有很好的 运营方面的经历 我在博客网 大一的时候 就在博客网 一直到现在 就担任他们 那个信息小组的管理员 主要是负责一些 内容方面的运营 和社区的运营 然后我有机会 在大二的时候 起假去他们那 有一个运营学生的 一个职位 然后就更加拓展 这个小组 运营的一个经验 还有内容 然后我自己 在新媒体 还有微博方面 有非常好的一个 运营的 推热点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非常优势 是我推的一些微博 到新媒体的内容 有很好的准发料 所以我认为 我非常适合 这个新媒体的运营专员 因为我一 有很好的内容运营经验 二 有很好的抓热点的优势 三 就是我非常懂得 运营自己的内容 去为这个工资 争取它的热点的准发料 还有它的 增加它的用户的年度 这样是我的 最介绍 谢谢 她面试的是 新媒体运营的这个职位 对吧 她说这个专业没有问题 是对的 但是我 这个专业说的一个问题 说的不表达方式 应该怎么说 有没有人讲 就是自己做的这个 我们想做的工作 和自己专业不一样 是谁 还有谁 晶晶 你 还有谁 三个 还有吗 没了 那怎么说呢 有很多 很多学生会这样 包括我自己 包括我自己 我是学生的自己的 但我最后学一串 对吧 那么 我们要怎么讲 你的这个 几排水专业 给了你什么样的 思维的能力 或者给了你什么样的一个经验 我们不能说 你学的专业不好 毕竟你学了四年 甚至六年 对吗 但是它给了你什么样的经验 或者什么样的思维方式 那我认为 计算机 学习 给了我一个非常强的 一个国际思维能力 还有一个什么能力 编程应该怎么样 先搭方向 然后接应去 对吗 所以应该怎么样 架构能力非常强 总结能力非常强 这是我学了四年计算机给到我的 清楚了吗 你啊 无论你是不是做自己的专业 无论你是不是做自己的专业 你都要非常清楚地知道 让你的专业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锻炼 你即便是学计算机去做自己的工作 你也要告诉他 计算机给带了什么 我非常骄傲地认为 我的专业给了我什么 而不是因为我学了这个专业 不是我喜欢的 它给我带来很多影响 那我想问问 你学了四年 你学了什么呢 对不对 清楚吗 同意吗 还有什么样的 还有什么 这个看不看不见啊 你坐在这儿的那 王宁波你们看到吗 眼神 对 你都一直在看到 其实在这一块 就是这一块 但是你看它的时候感觉是什么 李老师感觉是这样 李老师感觉是这样 嗯 嗯 嗯 清楚吗 盯着就是盯着 不要打回动 不要打回动 对吧 不要 老师 你盯着就盯住了 你干嘛好来回动 你在上下打量它吗 是不是 有敏感的人会这样觉得 你在打量我什么 对 我就会说 是 知道 立即 金医生 金医生 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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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乜 乜 戴上吗? 不戴上吗? 不戴上吗? 这个,你知道,左哥网站可能排名第一的宅男是什么? 白袜子 白袜子 对吗? 对不对? 第一个,OK 这个 勉强 勉强 但能体现出来的什么? 宅男 对不对? 对不对? 有没有? 有没有道道?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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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道道就很好,对不对? 这个呢? 嗯 这是什么? 红色的 机械挺亮的啊 踏地打 打我吗? 没打 没打 对 差不多 我这是没打的差不多 这个 这还可以对吧? 还好 还好 有点短 还可以 但最好处有图案是不是? 嗯 最好处有图案 对吗? 这双跑 我都没看见图片 图案在哪里? 它在这儿躺 对 对 对 两边都有吗? 还是有图片? 哦,两边都有 嗯 然后怎么样? 出门找个没擦皮鞋的 嗯 你看看擦皮鞋的是什么样? 嗯 是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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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有差 对吗? OK 然后 衣服 衣服 应该怎么样? 衣服应该走不穿啊 知道吗? 嗯 嗯 第一颗扣 第一颗扣 啊 第一颗扣 不要都记上 要记第一颗扣子 为什么只记第一颗扣子 为什么只记第一颗扣子 记上面的 为什么只记上面第一颗扣子 什么位置 你坐下就要接着 对 因为你坐下的时候会怎么样 你现在坐下 你现在坐下来 你坐下来 会怎么样 它会 你不解开扣子 它也会分架去吧 对不对 如果你两个都记上 你坐下会怎么样 撅起来 会不会 会不会上面会撅起来 对吗 如果你没有机会 解开扣子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 就是这样就可以 帮助你把下面的 直接顺下去吧 清楚吗 那衣服都很帅啊 是 但能不能不这样站着 看看狼人说怎么站 挺胸 舒服 对吗 多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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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穿西服最帅了 是不是 站好了 经济身拿出来 是不是 分很好 分很好 然后就是这个 你这个西服就有一个扣是吧 人家的时候就表现这种西服 看见了吗 不是休闲 不是休闲 叫什么 所以你再怎么挺胸 也看着你是这样的 对吗 是不是 你的西服就把你的整个的这个 你不觉得它没挺胸 感性脱掉 如果你没有合适的西服就不要穿了 没有合适的西服就不要穿了 拖掉 你们拖掉 你看 站好 手比刚才帅一点 对吗 手比刚才帅一点 对吧 一个扣的西服就不要穿 因为你坐在的时候它也会绝着 你站起来自己会绝着 它一直是这样 清楚了吗 OK 什么感觉 乱 乱 乱 谁比较好 乙伯 乙伯比较好 对不对 穿衬衫很短 但起码是衬衫 对不对 他乙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没穿袜子 要么是肉色的 要么是黑色的 对不对 就这两个颜色 其他颜色最好不要选 彩色的不要选 你是面试这个新媒体运营 对吧 对新媒体来说 这个装罢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但是上班没有问题 OK 心意在哪 心意应该怎么做 不是所有的衣服都能表达你的心意 心意 新旧的心 要怎么样 尸体 对不对 是不是有尸体 凶身 对 胸针 丝巾 对 丝巾 你想有特别 你像冬穿一样的 你想有特别的 对不对 面试冬穿一样的 你不像我特别的 身体 对吗 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提一个丝巾 是不是 胸针可可以 可以 对不对 身体上可以提一个腰带 是不是 食品可不可以 是不是有很大的变化 很大改善 对吗 就是比这样穿更好 更合适 这样没有心意 上班没问题 上班也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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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心意 不是在你面试上中的礼仪上 上班也有的 对不对 这个上班也没有问题 面试 我认为这个更好 你们想要表现 身体的职位 表现是在你的 大队的视频上 甚至鞋子 鞋子 鞋子 比如说你今天面试 没比喻你 流行的鞋子是什么样的 不要大部分都搭配的 流行的鞋子 比如说前面带一个 银子的卡扣 或者说上下搭配的 或者包 都有可能的这种 颜色的搭配和匹配 对不对 都可以 清楚吗 不能光大腿 不能光大腿 穿西服就穿鞋 不要穿西服穿旅游鞋 对不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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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